還有一宗家庭慘劇,繼續來關注男子楊某因感情糾紛被撥留宣事件的消息。 昨晚記者從楊某太太公女士對解到,男子楊某在昨晚下午精神稍微恢復,可以開口講話。 來聽一下楊某口中這宗極端事件是怎樣發生的。 楊某太太公女士說,在昨晚下午的探視時間內,楊某雖然還未奪離生命危險,但精神稍微恢復,可以開口講話。 她當職用手機拍下了。 視頻中的楊某說,10月23日事發當日,她由於前一晚蓄罪與第三者張某發生爭鬧,躺在客廳的沙發。 早上8點多醒來後,張某不讓自己上班,並一直用水果刀恐嚇她。 楊某說,在自己成功搶到水果刀準備出門時,將某突然解決她。 在她轉轉時,將手中面盤的流酸淋過來。 楊某的太太公女士說,她與丈夫2009年認識,2010年結婚一直都很恩愛。 2012年11月,丈夫因工作關係與張某結識,她也知道。 她們兩個一開始認識才幾天,我就知道了。 然後我看到她們的聊天記錄,我知道是這個女的一直糾纏她。 高女士說,她們攤牌之後,自己就有了身體。 但張某得知高某懷孕之後,反而更加變本加厲。 我是懷孕三個月的時候,就是在那個鳳凰路大茂王八路口那裡。 有一次碰到她,然後她甚至還想動手。她就說,她這樣說,你別以為大逗婆,我就不敢動你。 我,要是,不離開,她就,殺我,男子,還有,我老婆。 為了識事寧人,高女士與丈夫商量之後,決定回老家去生兒子,順便避開張某。 但高女士估不到,張某竟然跟著她去了活潭。 自從那件事之後,丈夫楊某為了徹底解決和張某的糾纏, 就和張某一齊回到深圳,並一直住在張某家。 但想不到,糾纏未解決,反而令自己陷入了萬劫不服的心淵。 小師傅,我希望我,走去看,我幫你情人,我幫你情人, 我幫你情人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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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幫你情人。 警方,案件仍在進一步調查中。 民生記者 感谢观看